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好好谈谈,我是主持人威廉 咱们上期做的王志安的记者素养那一期呢,迎来了大家的热烈讨论 我希望大家多多留言 我在构思一期关于大家的留言给出回复的一期节目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留言 谢谢,那咱们前面差不多用四季的篇把王志安的记者能力 他引用事实的能力和论点的出处 还有王志安对台湾立场转变的原因和分析 我相信我都已经说清楚了 那今天咱们就看看引起王志安麻烦的那一集夜夜秀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还有王志安到底得罪了谁 通过这期节目嘛,咱们也对言论自由有一定的了解 那现在我们开始 首先呢,咱们先得把基础打好 然后关于王志安呢,是否是因为他的言论得罪了民进党 像他说的民进党对他进行了选择性执法呢 我在油管上找到了一个叫北美老刘的频道 他的说法呢,比较全面 咱们一起来听一下 他持有的是大陆护照 赴台签证是观光签证 而台湾有专门针对大陆客赴台观光的管理法令 规定大陆客来台不得从事与许可目的不符的活动 持观光签证的既不可接受媒体邀请上节目发表意见 也不可工作 不可上节目和不可工作是两个单独的法条 而根据台湾移民署的处罚公告 王菊受到处罚是因为违法上节目 而不是因为违法工作 而拿外国护照免签入境台湾 进行了访谈的法轮功大V观光团 为什么没有受到处罚呢 他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这是因为免签入境的外国人 和持观光签证的中国人一样 也是不可以非法工作的 如果王菊是因为非法工作被处罚的 那么台湾当局确实涉嫌选择性之法 但事实并非如此 偶发和临时性的上节目 是否属于被禁止的工作行为 其裁量权在于台湾的劳动部门 而台湾的劳动部门并没有确认 王菊涉嫌非法工作 对王菊的处罚 仅是因为王菊上节目 这一简单事实 处罚决定是由移民署单独做出 所以决定也比较快 这里他说移民局针对王志安事件 不涉及到非法工作的问题 所以处理比较快 那这一点是不是真的呢 我找到了一则旧文 咱们一块看一下 李毅是9号来台 他表示自己先去了山明溪 接着到玉山国家公园 晚上到南投下榻竹山的一间民宿 但是他13号原本要参加 和平统一融合发展论坛 之前更多次发表武统论 我们现在武统台湾很容易 打乱台湾很容易 重建台湾很容易 在台湾想干什么都非常容易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移民署表示李毅是在去年8月 与旅居海外观光 申请一年多次露台证 今年4月9号从香港来台 11号被宪令出境 一度传出失踪 被找到 12号遭到强制出境 那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呢 李毅啊 9号来台湾 当天就被勒令在11号出境 但是他没有执行 所以说13号被强制驱逐出境 而李毅受到处罚的法律条例呢 和王志安是一样的 大陆观光签证来台参加访谈节目 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移民署对于类似的情况呢 在一天前就可以做到处理 所以他的处理速度呢 我觉得是符合一贯标准的 而李毅在离开后 立即在一家类似 党媒的媒体香港的大公报 发表了自己的辩解 那条理由是大家熟悉的 台湾打压我的言论自由 那法轮功大V官选团 是否是持外国护照 免签在台湾非法工作呢 对于免签入境的外国人 他们如需在台湾工作 通常也需要申请工作许可 但台湾也有法条解释 外国人临时性受邀参与媒体访谈等 不妨碍台湾人的就业机会 不必申请工作许可 不视为非法工作 那这一条是不是对的呢 这里咱们不得不请出 我们熟悉的两位老朋友 一位是曹科长曹长青 另一位是曾经正经看民事的主持人 彭文正 为什么说这两位 是我们熟悉的老朋友呢 因为当时我们接骗的时候 曹长青是挺郭大将 后来被抛弃 而彭文正也是在台湾 他的节目上 曾经高度支持郭文贵的议员 到现在为止 彭文正还在以美国政府 打压郭文贵的言论自由文论调 替因诈骗罪 被美国司法关押的华人巨骗 郭文贵辩解 这可能和他跟蔡英文打的官司有关系 这一点我不做评论 希望了解的观众在我们下面留言 旅美的中国异议作家曹长青 近年来常常在电视的政论节目上 针边时政 但是却被民众检举说 这个他是外国人非法在台湾打工 那么移民署也因此发函给台北市的劳动局 来调查曹长青的这个状况 曹长青也因此痛批过 说他是遭到恶意打压言论跟媒体自由 现在不得已只能够透过视讯连线的方式来发表他的言论 不过呢今天劳动部核发了曹长青的专业外国人工作许可证了 也代表曹长青终于可以不受打压上电视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呢 是美国护照的在台湾免签的曹长青曹老 在没有获得工作签证的情况下 长期在政经看民事这个节目做客作嘉宾 而因为他的言论呢 引发了群众的举报 那台湾的劳动署就对此事进行了调查 调查时间长达半年 在这半年期间 民事补申请了曹长青曹科长的工作签证 劳动局那边也获得批准 也证明了北美老刘 对劳动署如果介入调查 会时间比较久的观察 而在这半年时间 曹长青并没有因为此事 停止过他的言论 他通过视频连线 继续的上政经看民事这个节目 发表他的观点 但是呢 曹长青老师当时却不这么认为 在获得工作签证的情况下 他说只是蔡英文政府 在打压他的言论自由 工作签证 这根本的问题是一个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尤其我非常遗憾 现在民进党完全执政了 那才发生这种令人非常痛心的事情 民进党执政应该保护新闻自由 更加的保护言论自由 是不是因为我才批评了赛英文总统 批评了林权院长 对不对 尤其这个移民署 恕我直言 移民署前身是个国民党打手的部门 是不是我批评你的长官 批评你的上司 你就报复我 但实际上曹长庆 曹科长是因为什么言论 被民众看不下去举报的呢 东地文呢 七十万人民 那那个对印尼的话 一亿多 多少倍 人家七十万死了二十万人 争取了独立 他的独立军 司令最后成了一个民选总统 自己是美国人 却要台湾人流血拼命换独立 甚至举东地问为例 按比例算一算 难不成要台湾人 也死个六百万人 把他国人民性命当玩笑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 曹科长正是因为这条言论 引起了台湾民众的反感 用现在的话说 就被延上了 导致他被举报 遭到了劳动署的调查 这跟他说的批评蔡英文 遭到了调查 完全没有关系 而台湾政府 并没有对曹长青的言论 做任何的打压 甚至删除 也没有阻止他继续发言 而在统独问题上 曹科长一直是站在民进党这边的 我更觉得 这次曾经对他的劳动署调查 有点大义灭亲的意思 让他以后对台湾合法合规的进行批评 反而是保护了他的言论自由 那北美老崔对这件事的结论是什么呢 台湾的媒体人范其斐 也多次致电台湾的执法机构 问询此事 得到的结果和我这里的说法是一致的 简单来说就是 持观光签证的王菊和免签入境的自媒体官选团 如无工作许可都不可工作 但区别在于王菊是大陆护照 不仅不可工作 也不可上节目 而免签入境的自媒体官选团不可工作 但如满足相关条件却可以上节目 在这里我是同意北美老刘对王志安这件事情的司法分析的 所以如果王志安以民进党选择性执法来起诉移民署的话 我觉得他胜算不大 除非王志安把他三个月前上陈宁关的节目没有得到处罚 列为他的起诉条件之一 但是如果王志安选择这条司法道路的话 会有一个很大的司法风险 那就是会换来一条最佳处罚 那聪明的王菊王志安会怎么做呢 我们拭目以待 您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呢 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接下来就发生了当天在一夜夜秀王志安的那番言论 对于他的这番言论呢 当事人之一的陈俊翰律师说 他其实并不是太计较 让王志安给台湾所有的残疾人道歉 而有些人则认为呢 王志安的意思实际是好的 并不是着重于讽刺残疾人 而重点是批评民进党甚至台湾的选举文化 但是真实生活在台湾世界的残疾人 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呢 我在抖音上找到了一个残疾人歌手光光 听听他是怎么评价这件事情的 第一时间在夜夜秀看到王志安这段访谈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我也觉得我也没有想太多 我觉得他就在讲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来看 台湾政治娱乐化的这个现象 把肇事晚会办得跟演唱会没什么两样 说实在的 其实从小到大我也是这样的感觉 就是有好笑的地方 有有趣的地方 然后也会有明星 然后也会有让人家感动激情的段落 但我想激怒大家的点 或许是他在中间多了一段模仿身上者的表演 这个就 之前川普也有一次在公开的演讲当中 开身上记者的玩笑 一样也是被淹上到爆炸 其实在脱口秀当中 喜剧演员也知道 这个地狱梗的尺度要拿捏得非常的小心 自嘲当然是OK的 像是我们专辑制作人萧黄奇老师 他就常常在自己的脸书发一些自嘲的地狱梗 不要怀疑 我真的是个大忙人 因此如果要在公开场合 拿我们当梗的时候 我觉得最好还是先跟对方打一声招呼 或者是在你的上下文筑记一下 才可以避免被淹上 但我觉得借着这次事件也不错 让大家用不同的方式 认识到这位优秀的身上律师 陈俊瀚 你身边有身上者吗 你会跟他们开玩笑吗 我是光光 一个可怕帮你补充能量的行动电源 关注我带你去有光的地方 那通过这位小哥的说法呢 我们看到了两点 第一身为身杖人士的他确实觉得得到了冒犯 第二他提出了一个我不知道的观点 也就是很少有人知道 起码他这个残疾人都不知道 那位优秀身残质贱的陈俊瀚律师 这就让我提出了疑问 那王志安上了一个夜夜秀的节目 冒犯了一个在台湾知名度不是这么高的陈律师 而王志安在台湾的知名度也不像他说的这么高 那咱们知道基本上关注王志安的都是大陆翻墙出来的网友 他们对残疾人和对残疾人的嘲笑的这种梗 其实并不是这么敏感 而夜夜秀的观众呢 已经习惯了主持人贺龙对政治人物的这种比较底线低的嘲讽 我觉得他们对这件事情也不会这么敏感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场 王志安说完了那句话以后 还有哄堂大笑的感觉 那如果是这样分析的话 基于这两方面的观众群 王志安的这个世界应该在夜夜秀和他的粉丝的圈外 没太有人注意 而导致他因为嘲笑声障人士的言论被言上的可能比较小 王志安的这个世界在夜夜秀的YouTube下面的留言被言上了 从而导致了他被举报到移民署 引发了事后的处罚 那除了王志安本来就有的大陆翻墙团观众 还有夜夜秀的忠实观众 这会儿额外的流量是谁呢 有两种可能 一种就是王志安在台湾的粉丝 他们看不惯王志安的这个言论 对他进行了言上和举报 另一种可能就是有一股额外的流量进来了 看到了这个事情 从而对王志安进行了言上 导致了举报 进而发生了后面的处罚 如果是第二种可能 这股额外的流量是谁带来的呢 是不是像那些小粉红说的 是由民进党的1450王军进来带风向 才引发了这则事件呢 那咱们得回去看看 王志安到底还说了什么 可能大家的注意力都被这句话吸引了 觉得这是王志安在夜夜秀上 唯一随口发言得罪人的言论 其他的都是善意的批评 其实他后面借着模仿的劲 还嘲讽了一个人 说到这里啊 可能好多对台湾大选熟悉的观众 已经猜到了 对就是这位王毅川 王毅川呢是一位民进党支持者 同时也是这届大选的 不分区立委的候选人 他之前曾任台湾一个 县市的副交通部部长 是呢 经常会被邀请参加政论节目 可以说是一位政治名嘴 而在大选期间呢 他因为民进党发起的 抢救王毅川大兵行动 声名大起 但很可惜 最后也失败了 而没能获得选举的 李维的资格 但是这不影响他 他有巨量的粉丝 所以王志安在这次节目上 不经意的点名 就引来了王毅川 在这个节目下面的评论 而因此带来了巨量的 王毅川的粉丝 对这件事情也进行了评论 也就是俗话说的 沿上 导致了这件事情越演越大 王志安后来得到举报 而随后 王毅川为获任民进党 政策执行党的职务 参加了民进党的新闻发布会 对这件事情也进行了评论 但是他的主要目标 不是王志安 反而是夜夜秀的主持人 贺龙 至于王毅川 则是接任政策会的执行长 贺龙有道歉吗 对那我就会继续叫他道歉 就是说这种这一种节目啊 这个 当然大家可以说它是言论自由 可是有些红线是不能踩的 比如说涉及种族 辐射 性别 或者是这个 谈的这一种 对身上人事啊 对 就是说有各式各样 近视歧视的质言 或者是善笑嘲笑 而后来 记者因为王志安发视频道歉 也询问了王毅川的看法 他着重的观点还是那句 王志安对台湾的民主 根本就不懂 他的道歉应该只是一场秀 他赚流量 赚一些点月 或者是他有他的政治目的 这种道歉不是台湾人会有的道歉 那道歉就道歉 就不要啰嗦 所以他的这种道歉的内容 基本上又是有条件的 那又是要会员才看得到 啰啰嗦嗦的 这种做事不甘不脆 这种道歉不要也罢 那他又算说什么台湾的民主制度 是什么宇宙之光 亚洲之光 这种又加了一些酸味在里面 就是他不太懂台湾的民主 因为他就是在中国 这个工作成长 他不懂民主 所以他才会用这么没有水准 没有程度的言论 来评论台湾的民主 而正是因为王毅川的参与 让好多人认为 这是民进党由王毅川为头 派出来的1450王军 对叶叶秀和王志安 进行了带风向和统一标准的 言上的行动 我本来也这么想 但事后我又发现了一件事情 就在王志安的节目 在叶叶秀上传的后一天 叶叶秀上传了一期 民进党立委郑允鹏 上叶叶秀的节目 这期节目并没有 什么值得吐槽的槽点 主持人郑允鹏的表现 都非常的恰到好处 但是这期节目也得到了 因为王志安事件引发的情绪 对叶叶秀的言上 各位郑允鹏 上知名脱口秀节目 贺龙叶秀大坦儿子爆红现象 影片上架短短十九个小时 点阅率突破四十七万 路上透露不希望儿子重振 更大方接招 愿意帮忙邀请 准总统赖清德来上节目 节目进行到尾端 郑允鹏还表演手拿特技 吞火残意 尽管郑允鹏 节目表现获得好评 但尴尬的是贺龙叶秀 才爆发来宾王志安 歧视言论争议 隔天吴玉锦上架 郑允鹏内容 让他意外中枪 甚至还被质疑怎么现场 没抗议 郑玉鹏脸书也说明 录影当天并不清楚 前段录影内容 当时也不在现场 并强调制作单位和当事人 应该为内容致歉 脱口秀 骑士风波沿上 公关危机处理 却释出郑玉鹏表演吞火 不免被质疑 拿郑玉鹏挡枪 也为了转移焦点 而正是因为这个后续事件 让我否定了 王毅川带领1450网军 攻击夜夜秀的想法 难道王毅川和网军都这么傻 民进党自己的网军 会攻击自己的立委参加的节目 何况以后这个节目 还会采访自己当选的总统 赖清德 还有民进党的网军 难道会真的为了一个在台湾 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力的王志安 动用自己的网军 对他进行言上吗 更何况了解台湾民主和选举的人 谁会相信王志安不专业的意见呢 难道1450网军攻击之前 不会调查一下 王志安的粉丝数量 大部分来自哪里 民进党一直号称去中国化 难道他们真的会为了大陆翻墙出来的观众 动用自己的网军来攻击一个王志安吗 我觉得他们完全不会 那经过我这几期观察王志安的结果 这件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王志安因为得不到官选团的机会 没法组织重磅的采访 他受到夜夜秀的邀请 很快答应 在节目现场被主持人的话语和现场气氛 搞得很兴奋 又加上自己对台湾大选功课做的不够 随口说出了对陈俊翰律师和王毅川 冒犯的话很可能他对陈俊翰律师和王毅川是谁 根本都不了解 而这些因功课做的不够 而随便说出来的言语 不仅冒犯了台湾的财疾人全体 和道德标准比较高的群众 还迎来了同样难缠 拥有巨量粉丝的王毅川的反击 而事后 王志安牛牛捏捏 酸言酸语的道歉 和夜夜秀的主持人贺龙的拒不道歉 使得王毅川更加加码对贺龙继续进行网上追逃 督促他道歉 而事后 因为贺龙也出来进行了道歉 而王毅川则说 只要贺龙道歉就可以了 不管他的道歉是以什么形式 这是他的言论自由 这个回应也反击了 说是民进党打压夜夜秀节目的说法 而王志安也因自己无意中引来的这波王毅川的流量 得到等次的举报 使得移民署按照自己的规定 对王志安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理 而移民署的反应事件 是与相似的李毅事件的处理事件相符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被指责的槽点 而说是这是民进党打压言论自由之说 这个李毅和曹长青当时被处罚的时候 都是这么说的 但是到现在我也没有发现 他们的言论在网上有什么不同畅的地方 包括王志安做的节目 依然在台湾可以看到 也没有进行任何的打压封杀甚至物理灭绝的现象 有一位游网播主说的非常好 曾经生活在一个言论不自由被压制的社会 那到了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 觉得说什么话都可以不负责任 没有后果 我觉得只是对言论自由的一种误解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您对这个事件怎么看 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欢迎来到我们好好谈谈 我是主持人威廉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帮忙订阅和点赞 让我们快速成长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那他以为他用台湾的民主 就可以摧毁台湾的民主 用台湾的言论自由 就可以摧毁台湾的言论自由 这个他错了 台湾的民主经过这几十年的历练 台湾人都很清楚 什么叫做民主 那每一个政党 每一个人民 在这个土地上 都可以发表他自己的言论 但是 对这个王志安 这个中国 有特定目的的所谓的记者或媒体人来说 他不懂 他不懂就不要乱讲话 那他讲的话 大家也不用太认真 那他还说在这个节目上 说他是滋纳 他觉得滋纳对他已经歧视 那他现在就反过来说 那是不是陈俊翰也要来帮他做个话 陈俊翰 这关陈俊翰什么事 你自己认为的事情 你自己去解决 这滋纳不滋纳 中国这些名词 他认为对他不好 对他不尊敬 对中国怎么样 那他有他的观点 这个又关陈俊翰什么事 乱看他 然后他希望别人再回去喷他 你错了 你这一种没有水准的言论 我们不会理你 对了 差点忘了一件事 关于夜夜秀 说到知言之语这样的话题 可能会引起大陆观众的不适 而夜夜秀对此也没有进行道歉 而引起此话题的正是 他们请的嘉宾王志安 但是我想提一个问题 因为我知道所有的电视节目录制 都会有一个提纲 或者是节目设置 提前会发送给嘉宾 让他们首先了解 这次节目是怎么录制的 您觉得王志安提前知道 他们会进行 只言之语这个环节吗 请把您的答案留在下方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